好了,刚才打完了梦魇级 我们现在来打这一个复刻的地狱级 应该是非常容易吧 七连级盾 手转 柳七 这个我是会用两个队伍来打 一个是全暗队,另一队是暗幕队 为了解三个成就 这里不能够手效到光珠 所以我们别光珠 这个是之前很久的地狱级 所以随便打都能够过了 只要用现在的队长来打,完全没问题 应该是任何一队都能够用现在 2023年的队长 这里要转队红绿灯 通常感觊 这里还有个拼图 这堆林秘友 内建无师拼图 所以就完全没问题 руfe 他只是封主动剂而已 所以完全不需要理会,不接转 除非他有封到攻击,如果他有封到攻击的话,就用那个暗妹去解锁 这里没有,所以直接攻击就好了 这里开个灵密 然后不要手效到这个木珠 开另一个 在开灵密 又是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亂七八糟的東西 要轉兩組這個正方形 兩組打叉 打叉都不夠 打叉不夠 怎麼辦 可以用這個嗎 可以疊三層上去吧 所以兩組打叉 兩組正方形 我不能夠天將也不能 來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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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搞的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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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Yupko 兩組正方形 剛剛好天降 哇 他才撿這麼少 兩組正方形 兩組原形 這個亂七八糟的盾 應該是這樣子吧 靠天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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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一直開靈地就能夠過了 那我就一直開靈命就能夠 好,我已經開靈了 對 只有木或者是暗屬性 然後用這盒 是和之前的沒什麼分別 最重要還是0米而已 好 站著7連擊 這裡不要消到光 這裡轉對紅綠燈就好 我來開啟動 我來開啟動 我這裏直接傳 開靈命,不要手下到這個木柱 這裏也各開靈命 開靈命 最重要是轉 前面的這幾行 前面這5排最重要是要轉到就可以了 他就會直接天降兩組 然後就能夠消掉這個 就能夠解掉這個盾 前面這5行 如果你是會看這個 因為它是水火目光暗 如果是會看這個符號的話 又不需要轉前面5行 就可以轉相對的符號 比較簡單就是 比較無腦就是轉前面這5行 每一個轉3顆 前面5行每一個轉3 消到3顆就可以了 好就像這樣子 每一行消3顆 然後再加上天降一定會有兩組 空子 空子 去進屋 到最後了 所以我們再繼續 再開一個0米 最後再開一個0米 好 輕鬆動拌